将灵符点燃 燃烧到五地前附近时 一把抽搐 接着取出一把黄婊纸 扔进了粗瓷碗里烧掉 谢雨晴在一旁 看得是木灯口袋 难难道 怎么程序这么复杂 没有姓名 没有生辰八字 只凭着一滴血来聚混 以为很容易 叶少阳望着燃烧的黄婊纸说道 雪龟说是茅山六大神兽之一 当时会施展的人 不超过三个 谢雨晴看着摆在地上的 罗盘和瓷碟说道 这是什么法说 怎么看着有点像是蝶仙似的 就是蝶仙 定向并且升级了而已 眼看黄婊纸快要烧尽 也少让谢雨晴不要再打断自己 从腰带上解下招魂锁 有节奏地摇晃起来 口中念叨 千灵灵地灵灵 一摇鬼神经 二摇晋三经 三摇阴阳辩 太上老君 积积如律令 左手打开一支瓷瓶 往嘴里灌了一口法水 喷吐在了瓷碗里 燃烧的黄婊纸遭遇法水 立刻火星爆发 指挥飞天 形成了一道烟雾 一个黑乎乎的人警 从中间站了出来 头戴沙帽 身穿长袍 面黑如铁 额头上还长着一只独角 因为只是一道虚仰 也看不清面貌 谢雨晴 好像要凑上去 看看他长啥呀 鬼柴立刻横了他一眼 谢雨晴顿时两眼生疼 两腔后退 捂着眼睛揉了两下 便不再疼痛 但是有了教训之后 不敢再靠近那个鬼柴 叶少阳放下招魂灵 从腰带里抽出自己的天师牌 用太乙浮沉在口中沾了点唾沫 在天师牌上写下了一个令字 拇指按在上面 将灵符激活 望着那鬼柴立声说道 生死死菜公听我号令 前去医血拿人生魂 闲来交办 那鬼柴略一抱拳 身影换作一股黑气 从窗户飘了出去 叶少阳盘膝坐在地上 望着罗盘上的瓷叠 静静等待 谢雨晴见他不忙 才壮子胆子问道 喂 少阳 刚才那着黑脸的家伙 是黑白无常吗 叶少阳白了他一眼 黑白无常 哪这么容易使得动 这是长生死死的 公草鬼柴 被我作法请来的 无奈地叹了口气 以血拘魂 在人间法师中 是一种禁忌 一般法师就算法里够 但是牌位不够 也是无法请动 生死死的公草 自己身为天师 虽然能够逾越禁忌 但也要折损不少阴德 不过为了找回那笔记本 也是顾不上那么多了 等了不一会儿 扣在罗盘上的瓷叠 突然晃动起来 叶少阳表情一沉 右手中指 牢牢地按住碟子底部 口中喝道 给我老实点 那碟子晃动的幅度 却越来越大 似乎想要挣脱 叶少阳的控制 叶少阳举起瓷叠 口中漠然念咒 左手捏成法绝 往瓷叠的底部一拍 一道人影 立刻从碟子里飞出 落在地上 立刻站了起来 试图掉头往门外跑 叶少阳一把拿起长明灯 在瓷叠下面靠起来 那鬼影立刻表现出万分痛苦的模样 躺在地上左右翻滚 拿眼神求救地望着叶少阳 几秒钟后 叶少阳放下长明灯 对着鬼影喝道 不要以为我以血拘魂 就不能把你怎么样 我问你什么 你就回答什么 要是有一句话撒谎 我立刻让你魂飞魄散 你要不信 大可以试试 经过方才的烤魂之筒 那鬼影哪里还敢造子 浑身发抖地爬在地上 不住地磕头 叶少阳命令他抬起头来 认真地打量过去 这家伙既然是以魂魄形式出现 外形自然没有任何隐藏 叶少阳和谢雨昕看到 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 阴沟鼻三角眼 相貌阴沉 如果以貌取人的话 这种人就属于那种 一看就不是好人的家伙 在叶少阳的逼文下 他毫不隐瞒地 讲起了自己出身来历 他名字叫做王湛东 是个南方人 早年因为抢劫入狱 就在岗城服刑 去年出狱 家里也没什么人了 干脆就留在了岗城 在工地里看厂子 抢地盘 抢差 打架斗殴 是个社会混子 就在一天之前 拐子找到了他 问他愿不愿意接这个活 给他五万块钱 让他盯着一个人 随时汇报 然后听后吩咐 叶少阳文言一惊 问道 他们让你盯的人 就是我 见王湛东点了点头又问 拐子是谁 就是跟我一起的那个 我们两个一起混的 这个活也是他给我找的 车也是他开的 我只是个帮凶 中间的帮凶啊 少废话 说你们对付我的经过 叶少神出终止 在笛子的底部谈了一下 王湛东立刻惨叫出声 说说 我说 昨天我们本来要跟你去火葬场 但是下了暴雨 有人打电话来 让我们不要靠近你 在火葬场外面的车里等着 后来你来了 我们就一路跟着你 回到了学校 一直到刚才 你们进了那栋楼里 我们就听后吩咐 在外面守着 后来你出来了 对方让我们继续跟踪到这里 从你衣服里找一个笔记本 送出去 是谁安排你们来的 枪 手机 汽车 都是由谁提供的 谢于清讲的叶少阳前面问道 在审问犯人方面 他比叶少阳更有经验 问的问题也更有总结性 在他连番的询问之下 谢于清得到了想要的线索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男人提供的 那人戴着口罩和鸭舌帽 无短身材 听声也应该有五六十岁左右 但是两人联系都是单下 更多信息他也给不出来了 笔记本现在在什么地方 叶少阳问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就在前面那个十字路口向西 有一条小巷 我把笔记本扔在了一个绿色垃圾桶里了 谢于清一听 赶紧给流银水打电话 报告了位置 让他立刻过去一趟 叶少阳询问得知 他的肉身也躺在垃圾桶附近 把笔记本撒进垃圾桶后 还没来得及逃走 就被拘魂了 人的魂魄有天职 所以虽然王湛东只是生魂悲剧 一样记得很多事情 谢于清还想继续审问 叶少阳从中阻拦 说道 神鬼又不能当成证据 等流银水把他肉身送来 你再慢慢审问活人 根据他说的 再去调查吧